身穿黑西裝 維安人員和警方 站在手扶梯最前方開道 後面站著的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後方 也跟著一大票隨乎 維安人員前後包夾 嚴謹保護韓市長安全 韓國瑜二十六號 從深圳搭動車到廈門 繼續拚經濟 月臺上不見其他乘客等車 只見站務人員來回巡邏 小心翼翼 就連媒體要拍攝也被阻擋了 上了車廂 同樣也是層層戒備 警衛助手每個座位逐一搜索 檢查有無可疑物品 而韓國瑜行人也包下 整節第十六節車廂 一般乘客無法進入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位在這個洞車上面 跟韓市長是同一般 不過這個維安真的是非常嚴格 我們往前面看 那是第十六節車廂的位置 不過現在不但這門緊緊的關了起來 連窗簾都拉了起來 完全沒有辦法看到裡面的狀況 目的地下門車站 同樣也是早早有警備車 和特勤人員進駐巡邏 在出口的旁邊 來透過畫面可以看得到 它已經有小型的警備車輛 在準備著的 那麼旁邊還有一些特勤人員 也已經準備好了 稍早這台小型的特勤車 已經繞著這個出口這邊 繞來繞去不斷的巡邏 而且針對旁邊閒雜人的 他還會上前來盤問 問你說你是做什麼的 深圳廈門謹慎小心迎接韓國瑜 拿出高規格危安禮遇堪稱 實無前例 記者綜合報導